陳佩琪現在用人頭來開小草咖啡嗎 這會不會有一些疑慮在 或者是整個柯文哲家族 或是民眾黨的風暴之一呢 就來看到了陳佩琪 他是在臉書上面自報 他說自己9月27號原定退休 那他是有意願要來開小草咖啡廳的 原本是計畫呢 在8月6號的時候 黨慶要來試營運 中秋或是雙十節的時候正式開幕 可是這一席話 就讓大家開始產生一些疑慮 產生懷疑了 就是說公務人員不可以當公司的負責人 所以陳佩琪就說 如果等到那個時候 再來成立公司的話 他說時間就來不及了 因此他是先用別人的名字來開公司 他說等到自己退休之後 再換自己當作負責人 另外他也稍微吐了一點苦水 所以他說台北市的店面真的不好找 只好先將公司的地址設在檔 布地址好方便他來接受信件等等 他說不知道這樣有沒有違法的疑慮 所以被罵的話他都願意蓋瓜承受 已經托人立刻來撤銷公司 不過呢最後他也強調 還沒有撤銷前絕對不會用這一間公司來做任何的運作 這一點請大家放心 不過話風一轉他又說啦 先生柯文哲可能會被棄到晚上都不想回家了 可是我們來看到的是這一席話會讓大家覺得 你自爆就算了 那會不會有一些違法的疑慮 還是說柯文哲家族會有一些違規的事項呢 在這個部分就可以看到在法庭當中啊 這個是台北市議員詹維元說的 他說如果小偷在答辯的過程當中說 我不知道偷東西是違法的耶 那法官也會原諒嗎 他認為政治人物的夫人本來就應該更小心更謹慎嘛 這個別人其實就是自己的兒子 一家人法律常識啊 詹維元說都不及格 前立委林卓水也說了民眾黨搞黨主席的家庭事業 還有波及黃耀明也說 這種白目的行為還是少碰政治吧 否則可能會讓整個民眾黨提早滅亡 那當然在這一連串呢 被酸是不是在搞家族事業 包含像是柯文哲最近啊 也被挖出說很多的政治獻金 或者是在競選期間的金流 會不會有左手轉右手這樣的一個疑慮在 所以在台北市議員許淑華就說了 柯文哲其實之前呢 在總統競選的活動期間 下單高達4000萬的各項訂單 給親友新婦所經營的公司 民眾黨的支持者以為這個小額捐款是支持新政治 沒想到實際上是在為柯文哲的手上打轉嗎 左手進右手出 那許淑華也說公司名字許叫木可自戀 而且毫不遮掩把支持者是不是在當韭菜哥呢 他也說了連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也在臉書上面自爆說 托朋友幫忙掛名開空投公司協助柯文哲來競選 大家還真的覺得柯文哲很新聯嗎 那當然評論都有很多面向 所以我們也帶大家來看的是聯合新聞網的評論 他說啊在藍綠白三方的戰局當中呢 其實維持兩個競爭對手平均分票 借以來得力脫穎而出 向來是民進黨的選戰策略 不過民進黨如果發現說 柯文哲或是整個民眾黨 他們現在的聲勢是探底再探底 年輕支持族群小草們 會不會就這樣轉向支持民進黨了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綠營或許有一個策略 就是持續的對白銀來猛攻 除了有佈局2026地方選舉的考量之外呢 或許接下來這一連串的動作 也有助他們拿回年輕的族群 第一政黨品牌的企圖心 不過館長就認為啊 這個民進黨呢 其實操弄媒體非常的光明正大 他說把黑的講成白的 真的很厲害耶 民進黨是拼了命 看能不能把藍白兩邊都變成仇人 他說賴清的總統大選怎麼會贏的 民眾黨兵馬不夠強壯 劉備都懂得靠曹操慢慢的壯大自己 2026年地方大選 如果能夠把民進黨拉下來 而且要來查弊案的話 他大聲的說他會支持藍白河 麗將軍我們就要來探討了 其實相關的細節你會覺得 看起來好像一出八點檔一場戲 但是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大家所質疑的是 第一個柯文哲他的競選金流 到底明不明確 第二個這是不是會引發一些黨內的政治風暴 還有就是在民進黨這邊 到底或不會真的是要來挖一些年輕的族群 把這個票源回歸到綠營這裡面來 因為包含像是葉元芝說 這個事情對民眾黨的傷害 其實是有一點耶 那柯文哲之前呢 把自己講得很高道德標準嘛 曾經說政商關係很高雅 那等等的藍綠都不OK 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是新政治 可是呢相關的政治獻金 或者是金流等等都沒有說清楚的話 這會不會衍生 其實是一種家族事業 或者是有一些弊案存在呢 立將軍怎麼認為 我特別要講柯文哲 這個千金難買早知道 萬般無奈沒想到 對不對 當初如果說藍白河的話 今天還會有這種狀況嗎 所以我特別要講說是 這個這件事情來講 我們很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純粹民進黨的政治操作 要把柯文哲打臭打黑 因為如果說是 我們就講第一件事情 這個陳貝錡開咖啡店 有這麼嚴重嗎 有違法嗎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不出來有任何違法的地方 只是說他們用一種 這個拿一個顯微鏡 去檢視這件事情 把它放大來解說 那放大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把柯文哲形象 給他抹黑 除了說抹黑之外 特別要把柯文哲以往來講 八年市長 他自己打的招牌 就是清廉的形象 讓他破功 所以說很明顯的 不管是後續來講 他開這個 開咖啡店的事情 或者是說競選期間 發票的問題等等 到現在為止 如果說你民進黨 認為中間有違法或幹嘛 你應該是訴託於法律 但是我們現在只看到是說 民進黨流於口水戰 然後口水戰的目的就是說 我沒有確切的證據 也沒有確切的說法 也不認為說是這件事情 是不是踩到法律的紅線 那主要目的 就是要將柯文哲 把他的形象 把他這個人設 清廉的人設 給他毀滅掉 那為什麼這時候要做這種事情 很明顯就是針對2026 甚至於2028 來做一個抹黑的動作 然後利用這個時候 我們都知道 在目前來講的話 柯文哲因為選完以後 他雖然說在立法院裡面 有八席的立委 可是畢竟不管怎麼講 這個柯文哲來講 最近在媒體上的聲量 已經很明顯的下降 已經很明顯的下降 那當然民進黨趁熱的時候 就會趁勝追擊 然後來講的話 徹底將民眾黨 將他殲滅掉 這是絕對是必然 在2026前之前是必然的 這個民進黨以前 這個有講一句話 叫做割喉割道斷 那現在來講 我覺得他的目標 對於民眾黨 絕對是割喉割道斷 絕對不會說是留一點 生存的空間給民眾黨 所以我想說以後 類似這種事情 從精華案的事情 到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陳佩奇開咖啡店 甚至於說是 這個競選期間 發票的問題等等 我想說以後的這種追殺 是絕對不會斷掉 一定會追殺到民眾黨 沒有任何生存的餘地 這是我想說是 必然會發生的 而且預料可以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純粹就是政治追殺 那我想說剛剛我們講的館長說 像這種事情 民進黨的這種這一番操作 其實看在民眾眼裡 固然我相信對於鞏固 他們深率的選票 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可是有很多當初支持 民眾黨的這些小草 他們是不是就會 因此而受到影響 我覺得當你操作過頭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一定的一種 反作用力 那會不會反而更激起 這些小草的同仇敵愾 認為你這個做得太over了 做得太過分了 讓它能夠更能夠團結在一起 但是我特別要講 我們台灣現在的政治 最明顯的是 賴清德當選之後 不管是在兩岸的關係 然後造成兩岸之間 在軍事上面來講 敵人已經進入我們的內水區了 在經濟方面來講也已經取消了ECFA 等等這種事情 然後甚至於說是前一陣子在傳說 要將到這個中南美洲去 將台積電送到中南美洲 等等這些不管任何措施 我們看到的是只有鬥爭 跟這個對岸在鬥 對這個在野黨也在鬥 甚至於對自己黨內的同志也在鬥 像鄭文蔡這種事情也在鬥 那更噁心的是 他提名的國策顧問 跟這些執政人員 根本就毫不避嫌 只要當初是信賴派的 只要他信得過的人 不管是年紀再老 或者是有MeToo的前科 或者是說有這個詐騙集團 等等這些有前科的人 有風聲不好的人 都可以被聘請為執政 跟這個國策顧問 然後反而對很多 當初沒有支持民進黨的 沒有支持他的 他信賴 他認為說是對他來講 有威脅的人 不管是任何政黨 或甚至於黨內的人員 都加以這個修理 這個像鄭文蔡 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那我相信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你不停地鬥 這個對國家來講 是絕對沒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到現在為止 沒有看到任何一項 扶國立民的法案來提出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是 不管藍或者是白 在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不希望台灣都是鬥爭 我們希望的是一個和平的日子 我們希望是有 扶國立民的政策推出 可是很遺憾的 賴靖德就職到現在已經兩個月了 都沒有看到扶國立民 只看到他先是鬥國會 鬥立法院 鬥對岸 甚至於鬥自己的同志 那現在來講的話 民眾黨更是這個絕不鬆手 所以我建議 當然在2026年的時候 我們民眾一定要看清楚 如果說是在讓民進黨執政來講的話 那我們台灣一定會更亂 陷於混亂的地步 那絕對不會有任何扶國立民的政策跟法案來推出 尤其是在我們台灣 我現在覺得像是我們現在的能源短缺的問題 根本得不到任何解決 到底要不要採用核電 然後這個賴清德一下子找同志賢 當氣候變遷委員會 然後在這個認同核電 但是相對的在這個 他自己政策上面 也把核電繼續當省主牌 另外台灣少子化了問題 也沒看到任何解決的方案 那另外在國家方面來講 有時候經濟上面 台灣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或者是薪水過低 像這些我們都沒有看到 任何一個具體的解決的政策跟辦法 那只有隨著這個國際輿論 在那邊不斷的炒作 現在甚至於目標只登對他的政敵來做鬥爭 這是我們所感到非常遺憾的事情 那當然我認同館長所講的 再怎麼樣在明年或者2026年 或甚至於到2028年 我覺得在野黨不管是藍跟白 都應該要團結起來下架民進黨 不然的話如果說再讓這個政黨執政來講的話 台灣將會永無寧日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